啊 那个是莎莎 姐姐的姑娘 看见没 草原上没有不会放羊的女孩子 没有不会骑过的圈的女孩子 莎莎这年才二十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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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鲁 鲁鲁 你看鲁鲁 你看鲁鲁可怜的 就跟送幼儿园 送孩子去幼儿园送不下那样 她在外面有点吃不太饱 可是我今天啥也没带啊鲁鲁鲁 莫名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 每天都做着同样的工作 但是每天都有新的任务 就像这两天就是给羊剪毛 给羊打鲁鲁 给羊驱虫 这是今天的一部分 打鲁鲁鲁鲁 然后我们就在家附近吃点就行了 因为它已经赶不上大群了 大群最少也走到五公里以外去 所以说一个人好像是不能要 要么就是一家人 要么就是故人 这一天比较烦躁 就是因为天气又热又不下雨 羊热的不吃草 然后又不下雨 草也长不出新的嫩草 它更是不想吃 所以羊就会在这段时间瘦下来 看鲁鲁 鲁鲁不吃青草就爱吃甘草 吃甘草长大的 为啥不吃青草 你为什么不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 被养大的孩子就是这样子 马也这样牛也这样 羊也这样 嗯 你好好跟他们吃草行不行 我把鲁鲁送进去 然后咱们进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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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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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